老師 美姐 我們出去追蹤中國好聲音 引爆出來的很多電視台的內幕 那的確這個好聲音 自從停播之後 也有不斷復播的消息 讓網友們真的沒有辦法忍受 那有網友又最新曝光了一段影片 這好聲音哈士請律師發出的 律師函說 你們講什麼導師收錢轉身 什麼買榜 什麼冠軍 花錢買來的 全部是假的 但是有網友 他就拿出證據 他說的確是有 有人花了錢就沒晉級 那這證據 有辦法成為繼續壓垮 中國好聲音的一根稻草嗎 中國好聲音真的要復播嗎 那我真想看看 這個冠軍真的能用錢買嗎 因為好聲音已經說 沒有我們公平公正 真的是這樣嗎 今天這個影片 就打臉了中國好聲音 為什麼這樣說 其實之前就有一個 暱稱叫做哥哥哥的一個博主 他就直接在網路上報一個料 他說他在2020年的時候 曾經參加過北京賽區的比賽 那這個哥哥哥就說 其實你們知道嗎 參加中國好聲音 誰都一樣 無論是海選 或者到後來的武強正級 都有一個原則 也就是這個歌手在100分當中 70%就是70分是你的唱功 你唱得多好多好頂天了 就是這70分 但是另外30分是什麼 是禮物跟拉票 也就是說唱得再好 如果你那30%沒去拉票 沒買禮物 你還是拿不到冠軍 但是我問各位 如果你這70%都唱功很厲害 30%沒花按得下來 但是30%花了 你能夠靜靜嗎 好 你現在在螢光幕上 看到這個影片就告訴你 不全然是這樣 這個影片是什麼呢 是有一個顯然是參賽的歌手 他幹嘛了 他不斷的罵說 004號不是砸牆了嗎 004 100萬 這什麼意思啊 這個歌手寫了海選的時候是4號 都花了100萬 100萬多少錢 新台幣將近500萬 450萬左右 砸牆是什麼意思 就是一堆錢都砸到牆壁上去了 我都花了這些錢 我海選為什麼不能夠晉級呢 吵得很生氣 很激動 你會不會海選的時候 錢花得太快了 你要可哥哥說了 到了這個賽區的時候 再花這個錢 我不懂我也不了解 因為好聲音告訴我們 沒有花錢這件事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 打臉跟提報的影片呢 說到中國好聲音 為什麼最近這個黑料這麼多 連實習生都在網路上爆料 他們說 我們是中國好聲音的實習生 當然你知道 一個這麼龐大的一個工作團隊 一定需要這些年輕人 他們說 這個製作單位有告訴他們 他們這段時間去工作 應該是要多少錢 工錢都講了對不對 但是到了發薪水的時間了 錢沒給耶 拜託 你是浙江衛視的 中國好聲音耶 怎麼一點錢都不給 結果製作單位告訴他們說 是這樣啦 你們去拿發票 發票就能換錢 好奇怪喔 我這個去實習領工資 我幹嘛還要自己開發票啊 而且你知道嗎 實習生 這哪來發票啊 很多根本都是學生 而且錢這麼少 怎麼去拿發票 但是一定要發票 那沒辦法 我們就請我們爸爸媽媽 想辦法湊發票總行吧 發票湊來了 結果製作 沒有 製作組說 我們快解散了 我不能給你錢 可是你知道嗎 你知道 光是好聲音的導師 平均 他們一記是多少費用 知道嗎 三個月一記是 平均是2000萬人民幣 這叫沒錢 台幣是1億 這還不是最高的 謝霆鋒拿到 3000多萬的人民幣 那你實習生才多少錢 結果你什麼都不給 可見這個製作組 就是欺負這些實習新人 為什麼這樣說呢 最近黑料真是好多 浙江衛視真是黑幕床床 怎麼說呢 這是浙江衛視的一個主持人 叫丁塞鋒 他在學校畢業之後 很幸運的就進入了浙江衛視 從編輯記者 一路就做到了製作組 甚至做到主持人 我終於知道 在浙江衛視做事情 有一個特點請記住 為什麼呢 丁塞鋒說 其實他的薪水也不算少 將近五位數 人民幣這算不錯了 但是這四年以來 頭髮越來越少 壓力越來越大 晚上不能睡覺 不只是壓力大 或太辛苦了 因為他三步五時要揹黑鍋 你就知道這個電視台很奇妙 文化非常的不好 裡面有一些你不知道的黑幕 裡面有一些你不知道的潛規則 所以這樣的新人就得去揹黑鍋 所以丁塞鋒就說 我受不了了 我四年了 我不是該賬點工資是不是 結果他跟裡面的領導說 你知道領導說什麼 你家裡到底是有多窮 你是不是還不夠 人家辛苦工作 賺工資合理吧 還說人家家裡窮 是不是這個鍋背得不夠多 所以丁塞鋒說 沒關係我乾脆裸退了 這工作我不要了 說到浙江衛視 你也知道很多的浙江衛視 他會承辦一些比賽活動 來 CCTV 央視他有個模特兒大賽 他會在各個不同的省份 請那個省份的電視台幫他們協辦 所以有一個叫陳大寶兒的小模特兒 他在網路上就提到一件事情 他過去參加了浙江衛視的 CCTV電視模特兒大賽 我們印象中的模特兒大賽 當然就秀身材走台步 對不對 他就講說當時在比賽的前一天 就是第二天要比賽 前一天他在他住的飯店 就接到一通電話 是浙江衛視裡面 節目組有人打話給他 他說陳大寶兒帶著你洗漱工具 說得好直接 就是該洗臉的 該刷牙的 有一些東西 對 就帶著上樓去吧 聽得懂吧 上樓去幹嘛 不是就叫你上樓喝茶 你就是上樓去潛規則 陳大寶兒說我不願意上去 可是其實對方告訴他 只要你上樓 你也不必下樓了 因為明天的這個比賽 你就是季軍了 就這樣了 決定了 只要你上樓你就有名次可拿了 是的 就上去吧 他說我絕對不上去 果然第二天比賽之後 他果然淘汰了 而且對方告訴他說 我告訴你了 別想再做模特兒了 因為你被封殺了 你知道嗎 他這一則貼文 才剛剛貼上去 我覺得這張衛視的公關 做得好厲害啊 秒刪耶 立刻刪文 你們公關真的做得不錯 那不是此地無音三百兩嗎 聽得好乾淨 但是你知道網友 不會留下證據嗎 會啊 他們就去查陳大寶兒 他本人的本名 然後再查 CCTTV那一年 模特兒大賽的名字 真的有這個陳大寶兒 就是這邊 沒有錯 去參賽 所以這個張夢承就是他 所以他講的應該是真的 原來這個裡面 真的我們難以想像的水好生 為什麼說這件事情呢 有關於這張衛視的 這個綜藝節目 我們一直有一些問題 是因為他們對很多參賽的來賓 根本不尊重 為什麼這樣說呢 你看這一位 他是周世民 他是誰呢 他在2018年2012年 他都是奧運的這個 就是拳王奧運金牌 很厲害吧 各位 奧運金牌 加上他是拳王 他體力好不好 一定很好 來 浙江衛視有一個追我爸 這個節目 追我爸其實就是 一個體力的大挑戰 其實在國外 也有類似的節目 周世民在參加這個比賽當中 因為要過一個平衡的 獨木舟 獨木這個橋 結果甩下去了 顯然他當時 應該是腳扭傷了 可是各位 因為他 你注意 有沒有 他摔下去的那一瞬間 他是掉進了一個球池 可是各位 那個球池 不是一般兒童玩的球池 這個球池 基本上是球海 因為有一米七這麼高 這麼深 你知道它疊進去 疊進去之後 一瞬間其實整個人 會壓在那個底下 你知道有多麼危險 因為如果你們沒有把它 拉上來的話 他有可能 日息而無法救回來 因為這個球池 一米七根本是一個 成人的身高 如果我沒力氣爬出來 我可能就拿在裡面 然後又沒有氧氣可以吸 很危險 你知道嗎 這個節目組 所有的工作人員 在旁邊只是講說 發揚奧運精神 你們幫幫幫忙 奧運精神 但他已經疊進去了 而且這麼危險 是因為當天也參加這個節目 其他的藝人來賓 覺得不對 他怎麼沒有動 是不是過去看一下 看一下 包括小敬騰都說 追我吧 這個球池 的確非常危險 有一米七多 而且裡面空氣稀薄 所以進去之後 你知道嗎 周世民疊進去 有一分半的時間 這非常危險 講到節目 讓人家差點丟了性命 我們就要講 另外一件事情 同樣是浙江衛視 金星大家應該認識 金星秀 因為金星這個主持人 好厲害 對 嘴可是很辣的 有什麼說什麼 過去他在2010年的時候 曾經參加了 這項衛視的 《非同反響》 這個節目其實也是一個 音樂的比賽性質的節目 他製作人是超期待 金星呢 在這個節目的前面幾季 都是評審 也都沒有問題 但是好奇怪喔 為什麼到總決賽的時候 他就不見了 為什麼他沒有參加 這項衛視對外說法是說 因為性別問題 所以我們就不希望他再參加總決賽 這有點奇怪 如果你是基於性別問題 你前面要幹嘛去邀請他參加 總決賽才不讓他參加 這不自打臉嗎 來囉 有人問了金星 他說 從頭到尾 都是因為我這個人不受操控 那這個說 這個話不就透露出來 有人想要操控什麼 操控總決賽 最後我們來講一個 這個節目 我個人覺得不可思議是 這將會是另外有一個節目 叫天生我有才 為什麼呢 這是在講一些創業者 他的產品 對 來 虎海泉非常有名 他們有一個產品是什麼 是一個類似空氣清淨機的一個東西 如果你要測試它性能好不好 我們就來弄什麼 就是髒空氣 我們的想法是這樣 他們做的可厲害 他們乾脆弄一個毒氣實驗室 就是這個裡面 不但髒空氣 塵蠻各種很糟糕的空氣都在裡面 然後放清淨機進去 看它的效能怎麼樣 是 原先虎海泉在裡面 做這個實驗的時候 很多觀眾都不買單說 我總覺得這個東西怪怪的 好 你們覺得怪怪的是不是 你們不買單是不是 沒關係 你知道製作單位多天才 那我們就找小朋友 進毒氣室去做測試 因為這個產品顯然 他們是針對小朋友 給他們一些空氣淨化的功能 意思就是說 我這個含米性能好到 可以把毒氣變成乾淨空氣 可是你找小朋友去測試 而且你知道多小的小朋友嗎 因為有一群小朋友 其中有一個小朋友 他只有六個月 你看畫面上面 打馬賽克好不好 這真的很小 那個是參加這個 天生我有才的這個創業者 自己的孩子 雖然是你自己的孩子 但你這麼多小朋友 然後進這個毒氣室 這個裡面空氣有多糟 你在裡面光待十秒鐘 你能夠忍受這些小孩子 接受髒空氣嗎 這製作單位怎麼想 出這種收主意 我真的不知道 你們腦袋怎麼想 所以胡海泉 當下看到這個狀況 他立刻拔麥走人 我不錄了可以吧 你知道嗎 製作單位還去追他 胡老師 你不要這樣 追到門口 你知道胡老師怎麼說 我真的不能忍受你們 是這樣做節目了 沒關係 我走人 封擊案 拍案驚奇 新聞內幕 獨特觀點 釐清事實 破解謎團 我是陳明君 我是李嘉明 敬請鎖定 武器希望王 真相不漏網